你好 欢迎收看10月17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迟滞道路曾经是自行车休闲爱好者最喜欢的运动路线 而在原规台风 外围环流影响之下也造成山坡的土石松动 很多棵的树木是摇摇欲坠 对于平常就通行的居民而言就形成了安全上的威胁 山坡地崩塌 压垮富栏 这里是曾经顺及一时的两坛自行车道 其中的一段早上就有游客带着亲子脚踏车来践行 让一旁的山坡上还悬挂着五米高的枯木 走在自行车道旁安全堪虑 前面骑车要小心 有落实 落实啊 而且那时刻都很大 车之路上的两坛自行车道 道路是香管 山边是林雾居土地 护栏是花莲县观光处所馆 护博的掏空崩塌也让许多颗的老旧树木悬在板空中 随时都有可能倒塌的危机 县议员徐雪玉特别关心居民的安全 同时致电管辖单位协助处理 那我们想到看到现在目前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们是能够请我们县政府 邀我们的林务局和我们的售丰相公所呢 一起来看如何来解决这一条此之道路 其实很多位置都是看到树木都已经是裸落了 然后呢 随时都有崩塌的可能 那我们目前这一条道路呢 其实很多的自行车道的自行车的爱好者 都会骑我们这一条道路 那其实也有很多的民众都会走 像我们要过去池南的话 都会走这一条道路 那其实是非常的危险 真的很可怕的一个岌岌可危的一个树木 都已经快要垮下来的感觉 那我们民众呢 看了也心惊胆跳 那是不是近期内赶快的能够请我们的有关单位 能够一同来会看整条道路的该修的修 该修补的修补 该整理的要整理 我想这个是让我们民众呢 在行的方面能够安全 持之路是县府规划的良潭 自行车道当中的一段 年久失修也造成了护栏景观破坏 在这一次的豪大雨土石流灾害中 边坡地的崩塌还持续地进行 而上方的树木都已经摇摇欲坠 先员徐雪玉呼吁管辖单位 要尽快处理 才不会延伸民众的安全问题 记者林杰 瘦峰香采访报道